我手上這顆就是小米所推出的磁吸無線充電寶 其實跟原廠做的質地整理摸起來的感覺算是蠻像的 不過以溫控這裡 算是有史以來我測過最高的一顆 最高溫度竟然達到50多度 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隨著蘋果發布iPhone14之後 很多人可能是從什麼iPhone6、iPhone7、iPhone8、iPhoneX、iPhone11 換上了iPhone11系列的 所以對於蘋果這個MagSafe系統充電功能算是沒那麼熟悉啦 但是我們客觀來講 MagSafe這個東西真的非常好用 從蘋果iPhone12推出MagSafe充電相關之後 我這幾年都一直認真的在使用 因為真的太方便太好用了 所以為何不定期的跟大家開箱MagSafe相關的配件 因為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今天要跟大家開箱的MagSafe相關配件 是有一個大家很熟悉的品牌 所推出的MagSafe行動電源 那這個品牌就是所謂的CP支持王小米 我所謂的這顆就是小米所推出的磁吸無線充電寶 就要跟大家開箱以及使用說 這顆小米所推出的MagSafe行動電源 用起來感想到底如何 然後呢 當然也免不了 跟我平常都有在使用的一些MagSafe品牌 做一些互相比較啦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開箱的環節喔 包裝呢 很一貫小米的風格 就是非常的潔白 非常的簡約 非常的 我覺得算是簡單保守 而且有簡潔俐落 欸 沒想到它包裝盒這麼大一個 結果MagSafe行動電源的本體充電呢 竟然這麼薄這麼小一片喔 但是說薄說小呢 其實好像有沒有到很小 我們先隨便簡單拿一個原廠的 MagSafe行動電源來做互相比較啦 其實呢 跟原廠做的質地啊 整理摸起來的感覺算是蠻像的 這個大小呢 比我之前所開箱過的Anker 還要再稍微 欸 其實差不多耶 我以為稍微大了一點 有啦 旁邊算是稍微寬了一點點 那不然整體的長度算是差不多的喔 是呢 它的磁圈做的我覺得蠻可愛的 等一下我就直接吸上來 看看吸起來怎麼樣啦 但是整體的質感啊 摸起來的感覺 我覺得跟原廠算是最接近的 畢竟就是小米嘛 那當然為什麼充電盒要這麼大一個喔 原因呢 就是它裡面有給你附上一個支架 欸 它很特別喔 它的支架呢 是另外給你分開啊 並不是坐在MagSafe行動電源上面 但是有一點我覺得應該可以再改進的地方啊 就是呢 它的充電支架這裡是直接接線出來啊 並不是一個Type-C的充電孔 讓我們自己去替換Type-C的線 這算是我覺得有點小可惜啦 看到這個覺得小米蠻厲害的啊 在各家附廠的MagSafe行動電源啊 都直接把支架做在MagSafe行動電源上面本體 小米就直接給你一個大的支架 讓你立起來手機的時候呢 比較有質感比較穩固 上面呢 是有直接三個充電接點的喔 也就是說呢 我們的MagSafe行動電源啊 這樣子放上來它就自己幫你吸住了 整體也蠻穩固的啊 好啦 那再來最重要的是呢 就直接吸上去來實測一下 我們充電起來的感覺怎麼樣喔 欸不好意思 沒有動畫 小米的MagSafe行動電源是沒有動畫的 不過這個也還好啦 因為我們客觀來講啊 這個MagSafe充電動畫呢 還是我們自己看起來開心啊 但是沒有動畫其實充電起來速度也蠻不錯的 就像我實測啊 Anchor 622J克的MagSafe行動電源 它整體的補電功率啊 補電的效率 補電的溫度 都還算蠻OK的喔 但是動畫就是有一個特別的蘋果信仰嘛 所以你本身在意動畫的人呢 在小米上面是沒有的 那小米的MagSafe行動電源 還有一個最特別最特別的地方啊 就是呢 它本身是不需要按開關 直接吸上去就充電喔 這邊我在實測這邊你看啦 我現在呢 燈號完全都是沒有亮的喔 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直接吸上去我的iPhone X Pro Max 大家看啊 它自己就啟動充電啦 只是就是沒有那個動畫而已 這邊呢就可以引申到第一個優點啦 小米的這個MagSafe行動電源呢 跟目前市面上附廠的MagSafe行動電源 最大的區別就是它不用按開關 雖然我自己覺得這一點好像還好啦 但是其實蠻多人在意這一點的 就像原廠啊 MagSafe行動電源也是目前市面上 唯一一個不用按開關吸上去 也自動幫你充電了MagSafe行動電源喔 大家看一下 原廠呢就是這麼酷炫 這麼樸實無華的 有那個MagSafe的充電動畫 好啦 那再來講到充電的容量喔 以小米這顆MagSafe行動電源呢 它是5000mAh的電量 那以5000mAh這個電量來講呢 額定算起來 可以幫我們的iPhone 14啊 iPhone 14 Pro 6.1吋的手機 補個60%到70% 然後呢 對於最大杯的iPhone 14 Pro Max 還有iPhone 14 Plus 最高大概50%到55%上下 但是我覺得其實很夠了啦 因為畢竟呢 最大杯的iPhone 14 Pro Max 還有iPhone 14 Plus 你說要把整隻手機耗電耗都沒有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簡單喔 所以你說呢 要幫整隻手機啊 補額外40%的電量 最高大概50%到55%上下 我覺得其實算是蠻足夠的啦 因為你要考量到它的好帶性嘛 你如果要把它做到1萬啊 甚至比較大的話 它勢必就會稍微難拿一點喔 欸 其實微物的不會耶 沒想到微物竟然跟它還差不多 所以如果你要1萬好安時 還要好帶一點的話 微物這顆是可以考量一下的啦 那再來第三點跟大家聊到的是支架喔 其實目前現有的MAX的行動電源呢 多半都有給你做支架啦 你可以看像我之前開箱過的Anchor 622啊 還有貝加人的Pullet X系列 這邊呢 支架都直接給你做在MAX的行動電源上面喔 甚至是容量很大的微物系列也是 基本上目前市面上常見的副廠MAX的行動電源品牌啊 支架都直接給你做在行動電源的本體 所以小米這一顆呢 它的支架要另外再帶一個很大額外的配件啊 我個人是覺得方便性就沒有那麼的高啦 而且呢 它除了MAX的行動電源本身沒有附上支架以外喔 就算呢 你黏上MAX的行動電源啊 黏上小米本身給你的支架 你也只能直放不能橫放喔 這樣其實對我們一些在看Netflix啊 DC Plus還是YouTube的人算是有點吃虧啦 直放基本上就只能看個抖音啊 玩個遊戲之類的喔 可是相對來講呢 如果你今天啊 你是要擺在辦公桌還是工作室 欸 這樣子的擺設看起來科技感就比較高 看起來比較齊全比較專業喔 因為對比支架上薄薄了一片啊 薄薄了一支 整個手機呢 你直接放上去小米這個充電支架 看起來比較大氣一點 不過呢 以溫控這裡喔 我覺得小米這顆MAX的行動電源啊 算是有史以來我側過最高的一顆啦 普遍情況呢大概都在40度上下喔 可是在我快充啊 快充完到一段時間之後 我測某個單點 欸 最高溫度竟然達到50多度啊 但是呢 其實就是這個單點而已喔 你仔細看我在掃清的地方啊 甚至是我把MAX的行動電源拿起來 測手機表面溫度 其實都還算是正常的啦 那來小結一下喔 其實小米的這個MAX的行動電源啊 我覺得買起來算是蠻OK的 主因人還是在它的價格啦 畢竟小米的東西就是所謂的CP值之王嘛 但是缺點就是這顆MAX的行動電源啊 你要自己透過一些管道啊 從中國到那邊買回來喔 台灣是沒有販售的 以這組來講呢 賣的是人民幣199 所以你換算回來加一些運費啊 加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在台灣買到大概是1200、1300上下 那或者說你本身真的可以拿到199人民幣那個售價 我覺得就會非常非常有競爭力 因為目前台灣市場上面的副廠行動電源啊 它的售價大概就是1500上下去做變動喔 規格好一點啊 容量大一點啊 可能就要到個2000多塊 所以呢 我們單就199人民幣啊 甚至我們不要講199人民幣啦 我們講個1200台幣好了 它本身算是蠻有競爭力的喔 畢竟小米本身還是一個知名的牌子嘛 而且呢 它也可以像其他他牌的副廠MAX的行動電源啊 拉一條線出來當一個標準傳統的有線行動電源 再加上呢 放上支架之後啊 也可以雙向的充電喔 就是在你吸上你的手機之後啊 放上去你的充電支架 還有接上一條TiB的充電線 同時幫你補電你的手機還有行動電源喔 這個功能我覺得對於外出旅遊算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為我們就是不想要多帶線嘛 那再加上整顆呢 其實做起來質感還蠻不錯的 跟原廠有點相近喔 而且呢 它本身也是不需要按開關就直接啟動充電的設計 那以這個大小來講呢 就算你吸上去的是iPhone 14 Pro啊 也不會跟你的鏡頭框打架喔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MAX的行動電源跟iPhone 14 Pro這隻手機呢 有些攤牌是會發生到打架的狀況啦 但是對於我之前開箱過的Anker啊 還有貝加冷的PULUX系列都不會跟iPhone 14 Pro的鏡頭框打架喔 這一點還給小米這個MAX的行動電源一個鼓勵的地方啦 但是缺點就幾個很明顯 就是它的支架呢 並不是隨身跟著你走喔 你必須放在家裡面 再來呢 就是台灣買不到 而且沒有MAX的那個充電動畫喔 這一點你就自己考量一下啦 而且不得不講 小米整顆質感真的做的跟原廠很像很像 原廠這顆呢 2990 這顆小米的MAX的行動電源只要依據人民幣 雖然我個人沒有那麼在意開關要不要自己按啦 但是呢相較之下這顆算是蠻划算的喔 畢竟有些人真的很在意那個開關要不要自己按 好啦 那不管你有沒有想要買哪一顆MAXSafe行動電源喔 有一個東西是你完全不能錯過的 就是你要使用MAXSafe行動電源的一個最大條件 那就是要選到一個有MAXSafe磁圈的手機殼喔 因為這一點真的非常非常容易再問啦 很多人都問說 欸阿康我現在拿的是手機什麼型號啊 什麼手機殼 我可會用這個MAXSafe行動電源 那記得啊 要把MAXSafe磁圈做出來的手機殼呢 才能好好吸上我們的MAXSafe行動電源啦 不然你沒有做出這個磁圈的話 它是吸不住的喔 所以就要感謝這部影片的戰略品牌 Stanford跟AutoBox啦 這次呢 為了好好放福利給各位使用iPhone14啊 想要MAXSafe的消費者 他們有做一個大禮包喔 那這個大禮包的內容呢 就是AutoBox的著名Symetry Plus手機殼啊 還有一條Type-C to Line的充電線 以及一顆50W的雙USB-C快充頭喔 這整套下來呢 竟然只賣了2000多塊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喔 因為AutoBox來講呢 算是美國最知名的熱銷品牌喔 它也很常出現在一些蘋果店啊 AP啊等等的 其中呢 這次搭配的手機殼是AutoBox 他們著名的Symetry Plus MagSafe 款式 簡單講就是為了MagSafe 無線充電而生啊 而因為Symetry Plus 本身是偏軟殼的設計喔 所以呢 整體的手感非常好握啦 你不用擔心說你握到一半啊 可能不小心會滑落掉落 那就算你真的不小心掉落 這個Symetry Plus 呢 也是有通過軍規防摔測試的 所以防摔性上算是完全不用擔心啦 而且還有一個最大的重點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整體側面啊 都有一點陰陰的感覺 那是因為AutoBox在這次的Symetry Plus 保護殼表面加上銀機添加劑 算是有效阻止微生物的成長啦 畢竟現在就是一個後疫情時代嘛 所以呢 其實以Symetry Plus這個款式來講 我個人是蠻喜歡的啦 整體透明的感覺啊 讓你呈現出iPhone 14 Plus 最尊絕不凡的這個紫色 而你還在吸上去MagSafe 充電啊 相關的配件都算吸得非常的牢固 你可以看到正常的握手機啊 都不用擔心它會掉落啦 除非你要很大力的去甩它它才會掉落喔 那當然啦既然買了新手機呢 一顆好用的充電頭絕對也不能少喔 畢竟現在蘋果嘛 iPhone都沒有給你布充電頭嘛 而以AutoBox來講呢 這一顆充電頭是最快達到50W的 就算你要充平板啊 充電腦啊 充Switch啊 基本上也都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而且整顆呢其實做得非常的漂亮喔 你可以看一個燙進的紋路啊 再加上整顆呢握起來非常好握 插頭這裡呢給你做折衣的設計喔 你要旅行攜帶也都完全沒有任何問題啦 而孔位這裡呢一孔給你20W一孔給你30W 你要充iPhone呢 都可以在30分鐘內從0%補到50%啊 那既然都給你兩孔就不要浪費喔 同時也多入手一條AutoBox的充電線啊 而這條充電線呢也是編織的材質喔 你完全不用太擔心說它會斷裂啊破裂啊還是毀損 重點是呢 這個表面燙金的設計我是真的覺得很好看啊 而且它還給你一個收納帶喔 甚至還有最大的重點就是有提供到3年的保護啊 欸我真的覺得非常有誠意喔 3年基本上就是iPhone 15 16 17你可以換下一支手機的 然後呢再同步買一支AutoBox的手機殼充電頭跟充電線啊 那賣場連結呢我就放在下面敘述和留言處 有興趣的人呢再次去看看吧 那最後是不要忘了對影片按讚分享 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網路的開箱 記得按下影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